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一集我想讲讲林作和钟培申的拳赛 这场比赛9月18日就会打 地点在九龙湾展茂 那些票最贵是28,800 接着就有11级,分别是25,000、22,000 一直到最便宜2580 最低是1280,两种最便宜 第四场就是香港有名的YouTuber大J 就对之前的歌手英网Boyce的张志恒 以YouTuber来说,大J在香港都是第一线的人物 我有时都有看他的片子 他出场打拳击打拳应该有新鲜感 但是很可惜他的对手是张志恒 根本这样的配对是完全浪费了一个KOL 一个这么出名的YouTuber 为什么呢?就因为拳击比赛 或者任何的拳赛 观众入场通常都是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他们背后其实有一种心理的投射 好了,来到这里 我就要开始加多些Marketing 市场学的内容给大家认识一下 那就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说那些观众要认同拳赛之中 某一个讯息 我例如举一个例子,一个拳王出场比赛 观众要入场看他 除了看拳王的技术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信息是看王者 他们要看拳王如何赢 就算拳王输也好,他们要看王者 这是一种对权威、对神圣的崇拜、的膜拜 观众投射的心理 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都成为王者 所以那些费贵一些都要看一看 如果你亲眼去看太神打拳 你觉得自己都会更厉害 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去看太神打拳 看完会觉得自己更厉害 这就是王者的膜拜 而另一种观众投射的心理 就叫做报复 又或者仇恨,又或者对立的力量 这种对立的力量,或者仇恨力量 可以令人付出很多 付出一万几千去看 这些比赛是没问题的 拳赛怎样可以令到有仇恨力量呢? 例如双方的拳手都很明显有立场的 有明确的立场 以往香港的拳赛 大家如果以前有看过就明白了 一有日本拳手出场,气氛是必定好的 多数爆满的 但如果香港对泰国就没有这种气氛的 看过拳的大家就知道了 好了,其实钟培生对林作 初头的时候,其实是想制造一种这样的气氛的 令人觉得林作是一个抵打的 令人觉得应该打他一锅的 这种气氛的 可惜他这个定位就越来越走样了 好了,说回大J那里了 为什么大J对张志恒是浪费呢? 因为大J的支持者很鲜明 大家知道的 而张志恒的支持者就极之模糊 什么人,什么立场会支持张志恒呢? 不知道 大家想想想想想 如果大J对华记 大J和华记打 你说是不是很有可观性呢? 大J对华记全港轰动 你说华记可能不应战 那不要紧的 他不应战你就照样公开邀请他 我们不要用挑战这个字 照样公开邀请 都是一种宣传 再退一步说 大J不和华记打 和大波man打得不行呢? 又或者大J和另一个KOL叫史莱姆打 都是很有噱头 因为大家知道 史莱姆和大J两个人都之前有点过节 不过我相信这个史莱姆多多钱都应该不敢出场 但大J挑战他 或者邀请他 都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安排 总之华记大波man他们会不会应战呢? 其实看你给多少钱出场费而已 而且钟培申一质不是洩不起 他给得起 而如果拳赛有炒作有卖点 他直播的收益可以有机会赚回 非未必卖到的 即他们两个打 未必一定可以令到那些万几元票很快烧了 但是直播那里有机会赚回 所以这次拳赛的搞手 是看得出并不是太专业的 基本上没有一种美式商业运作的思维 搞拳赛不是他们现在这样做法 不是搭台 然后卖票做宣传就可以 我也上网看过大J的练习 我看过那条片 他跟钟培申练队打 我觉得他练了两个月来说 他的水平其实很好 我觉得如果他愿意跟华记打 或者跟大波man打 应该是挺有看头的 希望下一次 整场比赛到第五场 第五场就是钱思杰对李耀东 他们两位都是出色的泰拳拳手 两个都是师傅级 当年我看他们比赛 我觉得两个人是我的奋斗目标 知道原来李耀东师傅58岁 我不知道 原来他小我这么多年 钱思杰师傅多少岁 我不知道 不过我相信五十以上 我相信五十中五十尾 今次两个人都是打打拳击 都是打拳击 而这一场两位年长的拳手对赛 在市场学来说又怎么看呢 同样地都是一种浪费 刚才我说过 拳赛要sell一个讯息 如果你是老拳手 你应该尽量sell 他年纪大 他仍然有热血 这么大年纪都出场 是他人生的大挑战 要很大勇气 因为事实上是 分分钟上台打云打伤 很大勃的 打死也未必的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配对拳手 不是一定要老拳手 一定赢或者一定输 如果你配对比他的对手太强的 当然这个大家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但如果你配对比他的对手太差 这个也是对老拳手的一种侮辱 所以我就觉得 最好配一些没什么经验的 非常之乱 非常之年轻的拳手 跟那些资深拳手去打 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于是卖点就变成 拳怕笑壮 一个新人未出场 老拳手的卖点就有经验 现在还有斗心 令到观众有心理投射 大家希望究竟老拳手赢 或者年轻人可以尽量发挥 大家两样之间就徘徊 而这种形式在泰拳比赛经常发生 很多老拳王对那些初出道的新手 大家记得之前好几多年前 张家辉有出电影叫《激战》 其实他卖的不是卖这种情怀 结果票房就大收了 所以这次两位这么资深的拳手 基本上他们两个互相尊重 是旧朋友来的 就算他们谈全力去打 他们不就着打了 谈全力 那又怎样呢 大家总是觉得少了一份感动的 所以我就天马行空这样想 如果找两位全民造星落选 但大家对他有好好的印象的年轻人 就从两位资深的拳手去打 是不是有可能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年轻人他不想输的 因为如果他连一个上个年纪的人 都打不赢 他比较难和自己的交代 他应该是尽全力的 而老拳手也不怕输 一输给一个年轻人 拳怕笑壮 没所谓 但他也不想输 所以一定会用尽全力 我的想法可能有些残忍 但如果你纯粹由市场学 Marketing的角度去看 这样才是触发到观众 投入和认同 好了 接着就讲讲主角 钟培生和林作 今次钟培生是拳赛的搞手 他也是重头戏的主角 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太好 自编自导自演 其实想成功很难的 我觉得搞这次比赛 搞得不够有噱头 没有噱头 没有卖点 原因都是因为钟培生 都是因为他 这场拳赛不够炒作成分 这个说法不是我说的 是钟培生自己和记者说的 我觉得钟培生是不想另外出场的拳手 太过有吸引力 就开过他的风头 所以他根本没有全力 去配对每一场拳手 第二点就是主办的单位 无论由宣传到casting 到定价 其实都不算是很专业的 都不是市场道向的 你看看28,800最贵的票 没错 可能钟培生 他有些有钱人的朋友会支持的 那些票是会卖得出一些的 但是你钟培生曾经说过 希望今次的比赛发展成为香港的一种运动产业 你这样的定价策略 肯定不是长远发展的考虑 我都明白现在的疫情 令到请不到外国的拳手来香港比赛 但是现在你这样的卡市 而收这样的票价 是一种有钱仔不知米贵的表现 至于他和林作的私人恩怨 刚才说过了 随着时间 香港人的兴趣越来越减退了 已经炒不起了这个话题 那你究竟是不是打林作一祸 还是打他两祸 对香港人来说 这不重要 好了 来到这里 怎样都要评论一下 另一位主角 林作 我看过他热身赛的片 加上他一些相片 肥嘟嘟的一句说完 这人根本没有尊重比赛 这几个月 我真是怀疑他有没有认真去练过 还是他想着上台快速躺下 然后拿一百万的酬金 他打月薪赛 打完足牙策策 说跟他打月薪赛的对手 是年轻人 所以他就着 我看完那段片 我真是想他走入youtube里面打他 这种态度 完全是一种alert的翻版 眼前我觉得那是一个alert 所以以技术而论 林作就根本没得打 本来如果认真一点去练 林作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但现在肯定是没有机会 中培申赢意料之内 但他并不是劲得这么交关 我又看过另一条片 中培申就被人即场挑战 但他没有应战 中培申不即时应战 我是同意的 你没有可能任何人突然走过来打你 你也会跟他打的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可能的 但如果我是一个三十岁的人 中培申三十岁 如果我是一个三十岁的人 有人这样挑战 我会回答他 我今天不跟你打 不是你说打就打 但我打完林作之后 我再约你 你用心练好些 不过这样我只是说一下 如果中培申又应战的话 搞下去又没完没了 搞下去会不会变成一个全职的拳手 但如果中培申真的像我这样说 和挑战他的人认真地打一场 我会尊重他多一些 到最后 我刚才说过 观众入场有几种心理投射 第一种是崇拜王者 第二种是仇恨对立 第三种是人身奋斗 即是老拳手那种 还有另一种叫致敬 主要是对技术超却的拳手 一份敬意 这种在泰拳里面 有一种叫红擂台 擂台的地毯是红色的 其实看这些比赛很累 但拳王上台 经常有红擂台 我举个例子 几个月前 泰臣不是出场打一个慈善赛的 观众就是向他致敬 我看到泰臣的练习的认真程度 真的很厉害 结果搞到赛会要提醒他们 双方好像要签子 说不准真打 因为怕他们两个年纪都这么大 真打的话会出事 泰臣无论他过往的为人是怎样 在这种拳击运动来说 他真的是强者 好到最后一种心理的投射 或者一种入场看拳赛的原因 就是娱乐 有时你纯粹安排一些娱乐性 都是可以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两个身材很厉害的女孩 去打吧 但没什么技术上好看 但很有娱乐性 又或者两个身材很好的 男孩都可以的 这些是纯娱乐的 来到这里时间都差不多 今天这条片比较长些 但我就要一次过 让大家可以知道多些 关于拳击比赛的市场学 市场的Marketing是怎样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欣赏 那句提提大家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的下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拜拜